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 也以为科学无所不能 如今却因小小病毒 全球陷入恐慌 人际社交被迫保持距离 外出自由也被限制 人们不禁开始思考 人生苦短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为何 最近美国有一男子身穿麻衣 穿梭于纽约及各城市间 大声呼喊 悔改吧 转向神 如同两千年前 在中东的旷野 约翰向人类大声疾呼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之罪的 这位神的羔羊就是主耶稣 原是神的儿子 青来世间 降世为人 他周游四方 医病赶鬼 口出智慧的言语 传扬生命的话语 分次神圣的生命 不论达官贵人 亦或贩夫走足 在海边 在旷野 在京城 他们都因为遇见主耶稣 这位神的羔羊 而彻底翻转了人生 亲爱的朋友 当下也许您正在防疫前线 或许您也被迫隔离 又或许您身受病痛 等候康复 无论您在何种境遇之中 看哪 神的羔羊 要除去世人的罪 他是神的儿子 是医治的光线 他乐意临到您 您愿意像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一样 今天就做出睿智的抉择 让这位耶稣 改变您的生命吗 朋友 请您打开心房 转向神 现在就向他祷告 哦 主耶稣 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 替我成为戴罪羔羊 为我流血 父亲赎假 清偿罪债 朋友 他要带领我们 走向平安的道路 享受永不衰残的生命